你好 你好 上年期第29主日 欢迎大家一起默想解释 这个主日的读经的意思 四篇读经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叫做祈祷 圣经里面它不说念不念经 它用祈祷 念经是一个祈祷的方式 但是除了念经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式去祈祷 所以我们用祈祷这两个字 包括了今天这个四篇读经所讲的话题 你听这个字 祈祷有什么感觉 祈祷很闷的东西 祈祷很容易分心 祈祷没什么用 所以很多人对祈祷有点反感 但是我想问你 你每个主日都来圣堂 都参加尼撒 你觉不觉得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祈祷之一 不要其他东西 我要超过尼撒 所以希望解释一些 帮你参与尼撒 之后你参加尼撒 很平安 很开心 又意识 你明白那天的圣经 有什么 又主动 因为你明白 用这些投入 最重要 有实效 即是说 这个尼撒 影响我 使得我变成另一个人 入了圣堂的人 出的时候 一定有些少不同 所以祈祷是很重要 我想跟大家 大家开始分享 那个福音先 路加福音 一开始 他说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 耶稣给门徒 撤了一个比喻 论及人应当事上祈祷 不要灰心 所以今天的比喻 就是说祈祷 耶稣用什么比喻 很有趣 当日的社会 当然是 罗马政府 是一个殖民地 但是呢 都有法官 那些罗马人很难做法官 又不会说那些话 又不是很明白 那些人的习惯 所以那些法官 在犹太的社会里面 很重要 但是你都知道的 法官很容易贪污 很容易变责 很容易为自己的利益做法官 那耶稣这里说 其中一个这种的法官 他说 在某城中曾有一个法官 不敬为天主 也不敬众人 是很明显说什么 那么在那个城中 也都有一个寡妇 寡妇特别 那个时候 一个女人 一个妇女 在社会上 没有什么地位 没有什么权 所以呢 这个寡妇 需要法律的帮助的时候呢 去找那个法官 这个寡妇 向法官这样说 请你制裁我的对头 吸我身冤罢 那个法官不想帮一个寡妇 很多原因啊 或者不想得罪那些人啊 或者没有什么钱 或者一个寡妇 没有钱 那么拒绝不帮 但是耶稣说 那个寡妇继续来 很有恒心 不停烦扰那个法官 那么后来呢 耶稣说 这个法官 不是因为想帮人 因为想避开这个烦扰我的人啊 好吗 给这个伸冤 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之后呢 问人家 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法官 说了什么 天主所照选的人 日夜呼吁天主 天主 岂能不为他们伸冤 记得耶稣所说的比喻 用一个社会上的现象 大家明白啊 然后用回那个伸冤 那那个法官 出之要帮助这个寡妇 如果你整天都在天主面前祈祷 天主岂能不为他们伸冤 这个福音说 祈祷呢 要有恒心 不是说祈祷一日 然后不理一个月 不要祈祷 是经常有这个祈祷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刚才说了 圣经没有说到怎么祈祷 没有说到每日要念什么经文 每日念这些经文 都是一个方法 挺有效的方法 因为我们是懒惰嘛 如果你规定了 我每日早上要念这些 晚上这些都可以 但是圣经没有说到 这个是唯一的方法 最重要呢 你和天主每日有接触又相遇 你已经听过很多次 我说福音定了主日的主题 《读经》一呢 是在教约的时候呢 有什么发生什么事 和那个福音有些关系 配合到那个福音 今天呢 那个天主教的《读经》集 我们跟那个《读经》集 选了这个出谷记 这件事 小孩子很喜欢听这个故事 或者你以前也听过 以色列人 在沙漠里面这么多年 40年 很容易遇到另外一些民族 都是有民族的人 今次呢 有一个民族 叫做阿玛勒克人 阿玛勒克是那个将军的名字 那个领袖的名字 那他呢 和以色列人打仗 若苏厄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问梅莎怎么处理这件事 梅莎就说 好啦 打 其实以色列人是很少人 那些沙漠里面 那些民族 很厉害 很大很多 但是梅莎有一个计划 当若苏厄去打仗的时候呢 他和阿郎和胡耳 两个涉事到梅莎一起 他们呢 三个人 去了一个山上高 好像离开了 那个战场 好像走了 不是说 去了一个山上面 你看看 这家里怎么说 梅莎呢 举双手 向天 不定祈祷 为以色列民族祈祷 然后说 当梅莎高举双手时 以色列就打胜仗 放下手的时候 阿玛勒克就打胜仗 这个尾巴很有趣 因为那个打仗 整天都没有人赢 所以梅莎觉得很累 你想一下 他们有什么办法 搬一个石头 搬一个石头 叫梅莎坐下 在一个石头上面 然后两个人呢 在旁边托着那一手 要向天主祈祷 这样的话 赢了 这个故事是 几有趣 和几容易记得 就是有些人说 梅莎在山上 举手 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 都可以这样说 伸手 为人类祈祷 都可以 但是这里呢 他想说 打仗 不是你 不是人打 打仗 你需要 你天主的精力 的精神 因为你是天主子民 你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而打 你呢 为执行天主的计划 要面对这个困难 所以 那个祈祷呢 是很重要 因为要肯定 我不是为我的利益 打 不是我要赢 因为我要拿 那些敌人的所有的东西 不是这样 所以呢 这里会看到 那个祈祷 多数我们看到 祈祷呢 是为自己的 天主 给我的债盒格 天主求你 我们踏飞机 希望是安全 就是多数 为自己的需要 祈祷 但是我们要记得 祈祷是为他人祈祷 有时候我敬你总陪 有时候我敬你总陪 有时候会感到疲累 有时候我总想流泪 灿难的生活也会觉得方位 耶稣总是等候着你 耶稣总是等候着你 祂的爱是永恒不正 祂的爱是永恒不正 让我掏空行灵来到主台前 放松自己 照托记住 这件事要 希望大家澄清 不是因为我祈祷 就是天主 谁替我 外邦人 不认得这个天主 不能祈祷 那么实习 这样好像不通了 我不是因为祈祷 我的债一定合格 就是如果天主会这样做 他都变成了人 变成了有的人的缺点 为自己的家人 为亲戚做 为其他的人做 不可能 但是祈祷呢 是帮我 有力量 如果我病 祈祷呢 那祈祷未必会 医好我的病 但是祈祷 会使我面对病的时候 有一个精神 有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呢 就是会帮我 在病的时候 这件事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 一个医生 他不是天主教 他告诉我 我发觉到 你们天主教呢 谈那些病人 是非常之有用 我见到呢 有宗教 识祈祷的人 他会更好 先过一个人 没有宗教 没有祈祷的力量 我觉得这句话 都值得考虑 福音肯定了 讲祈祷的主题 到经一 在教约的时候呢 抄出来 一个例子 梅山 梅山 上面 高居双手 祈祷 答唱荣 是祈祷的 用祈祷的方式 讲祈祷的这个话题 他这样说 看哪补会色列者 不打顿也不会睡觉 挺有趣的 就是这个天主呢 不会欠人睡 不会睡觉 你讲什么都听不到 他时事都在你的旁边 这个结论 到经一 又是圣保禄 给帝茂德的书信 帝茂德 要继续保禄的使命 很艰难 这个老的保禄 受了很多痛苦的保禄 向一个年轻的帝茂德 说这些话 他说 你要坚持你所学或所信的 你知道你是有谁学来的 保禄很熟悉这个人 帝茂德 帝茂德 他妈妈是犹太人 所以帝茂德 小时候都会背圣经 熟悉那些旧药 他爸爸是一个希腊人 所以他是两个文化当中 保禄说 你要坚持你所学的东西 你要坚持什么呢 你的阿婆所教你的圣经 和我所教你的耶稣的福音 他说我教你的圣经 那些福音 凡受天主密感所写的圣经 为教训 保禄说 我教你的那些福音 是受了圣神的密感 凡受天主密感所写的圣经 这里呢 祈祷是深一层 他说你祈祷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圣经 所以在我们的尼撒里面 词遍读经有丰富的圣经 因为在祈祷里面 不要缺乏圣经 圣经是圣神所密感的经文 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 祈祷好 需要 但是不够 需要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工作 行动 如果我只是祈祷 但是没有任何行动 没有任何工作 这个祈祷是说话 主求你给世界和平 但是我的行为在家里呢 是毁糟 每日 没有和平 如果我为世界和平祈祷 就是我要做一个和平的人 要剃造和平 才能够我的祈祷有意思 我想用拉丁文 两个字 是那些古代的修道人 很着重祈祷 他在沙漠 不停祈祷 但是他用两个字 Ora O-R-A 祈祷 祈祷吧 Ora 跟着呢 Labora L-A-B-O-R-A Labora Work 你祈祷吧 你工作吧 耶稣不是只是祈祷 耶稣是祈祷工作 向群众说 医好病人 很多活动 想问你呢 我们离开这个圣堂 这个尼撒 尼撒 尼撒 那我们做什么呢 尼撒 礼成 尼撒 Missa 就是说你的mission 开始 你的派遣 你的使命 在社会上要实行 尼撒 那祈祷呢 有一个制限的意义 我希望 对于祈祷 有少少的清楚点 但是我说那么多 要说一句真话 诗人的 我都坦白说 我不懂祈祷 我某式祈祷 但是呢 很觉得 祈祷的人 是不同的 一个人有恒心 祈祷呢 始终是 有些不同的味道 有些不同的说话 有些不同的看法 祈祷不是空的说话 祈祷呢 影响我们的工作 耶稣说了祈祷 那个故事 尾那个说话 这个是好的结论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天主必要快快为你们伸冤 但是 这里特别 但是 人子来临时 能在世上 找到信得吗 哇 耶稣很现实 他说 但是我在内的时候 在世界上 有没有 仍然有人祈祷 有没有 我愿意 在忙碌的生活中 愁迷 愿意陪伴耶稣已消失 凌亡身体里 可以找到天主 我愿意陪伴耶稣 祈祷 祈祷 愿意陪伴耶稣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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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祈祷 孙家族的大白 让心灵的暗铃 Zither Harp